上个世纪,北方某市,有这样一家人,他们兄弟六人,个个有钱有势,在本市,用只手遮天来形容,也毫不为过,四老大经营木材生意,四老二开着公司和大饭店,四老四专营房地产买卖,四老五暗中垄断了本地啤酒供销,并经营多家夜总会,四老六跟在四老三身后狐家虎威,最后是四老三,也是四家六兄弟中黑恶势力最严重的一个, 同时,他也是其他五兄弟发展迅速的重要推力,在此之前,他曾被多次劳教判刑,出狱后,他是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很快他就纠结了一大批社会闲杂人等,你也可以理解为打手,在这其中,有四人有为突出,李吉安,绰号胖义,曾因抢劫罪,强奸罪,伤害罪被判刑十四年,王刚,绰号小刚,曾因伤害罪, 强奸罪,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六年,康云山,绰号老小子,有钱哥,因能出谋划策,深得四老三的欢心,引力,人如其名,绰号小老五,有钱哥,因能积极卖力,深得四老三的重视和重用。 好了,人物介绍完了,让我们有请第一个被害人上场,男人叫黄东,属于老派混混,在一天午后,他和四老三不期而遇了,两人是积怨一身,黄东还以老大的口吻和四老三说话,四老三是不屑一步。 四老三他有一个特点,他这人从来没有隔夜愁,也为他当场就要报。 回到自己的据点后,四老三当即就下达命令,收拾收拾,准备开干,几名手下应声附和,收拾黄东,收拾黄东。 经过两天的钉烧踩点,在四月六号,四老三一伙锁定了黄东的行踪,接下来就是准备和行动。 四月七号上午,智利担当老小子,问自己开出租的朋友借了车,为接下来的逃跑做准备。 晚上十点,武力担当胖义带领另外几名手下调试枪支,晚上十点三十分,几人到达黄东藏身的地点。 两个小时后,黄东与另外两名友人出现了,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,几人是提枪便当,四枪都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黄东的身上。 黄东应声倒地,几人觉得大功告成,刚准备转身离去,就听倒地的黄东用微弱的声音喊道,我认识你们,我认识你们。 几人一惊,又杀了一个回马枪,朝着黄东的头上开了两枪,这个是死的不能再死了。